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技巧 Java的物件导向技巧是影视的继承覆盖 那什么叫影视的继承覆盖呢 我们还是用上次那个猫狗的那个动物园的例子 那来做反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上次是不是宣告了一个animal 动物 然后它会讲话 但是呢 我们那时候的传回字是VOID 这次我把它改成传回字是animal 这样子我才可以传回历史 用刚刚的那个return list的技巧 那接下来我用一个猫呢 去继承动物 然后呢 就 就 把speaker 运出喵喵 最后传回历史 这是跟之前不一样 那狗呢 也一样继承动物 然后speaker的时候运出望望 然后一样传回历史 那在动物园里面呢 之前我们有用阵列和多形 那个不是现在要展示的技巧 所以那些就删掉了 我只见几个东西 第一个一只狗 我请它望望 请它讲个话 那猫呢 我也请它讲个话 它就运出喵喵了 接下来呢 我要见一个不存在的类别 这个类别叫做鸟 那我要怎么见出这只鸟呢 我又没有宣告class 那办法是我先直接new new出一个物件之后 我后面呢 直接继续加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里面有个speaker 当然你的speaker的形式 必须要跟所继承的那个speaker的形式是一样 然后呢 你覆盖掉它 然后一样return list 因为你的传位置是animal 这样return之后 之后这new出来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物件了 物件当然就可以继续点下去嘛 所以就点speak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印出GG OK 所以呢 最后的结果是 汪汪喵喵喵唧唧 这样 看得懂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次 把这个程式贴进去 好 一样 我 建立一个java project project name 就是ruthest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一样 建立一个新的class 这个class呢 就叫ruth 就叫ruth 就叫ruth就好 那这个程式呢 整个盖掉它 储存 按执行 望望 喵喵 唧唧 OK 所以请各位 一样去做这个程式 把它弄懂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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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